从晶片战 从军武战 战略 我们先来看一下 最近加拿大也开始宣布了 跟进美国 要对中国制的电动车 跟电池加征关税 而且呢 为期30天的公众咨询期 但是很多人其实 加拿大先不要看 我们看数量比较多的 而且跟中国关系比较近的 这请教张将军 就是欧洲 前一阵子呢 德国终于来谈了 德国的副总理呢 也是他们的经济部长哈贝克 访终之后谈出了一个什么点呢 好来各位今天答案出炉了 就是欧盟决定要违降 对大陆电动车的关税税率 但我看很多报道 有很多的这个网民是说 你降这么一点点 那还不如我们就知道吗 关税战开打吧 因为他觉得欧盟啊 没有诚意 你想要释出善意 你就来点真的好不好 你调降这么一点点 这个百分之零点一是什么东西 上级集团原本说要征收的税率 是百分之三十八点一 真的是降一点点 百分之三十七点六 吉利汽车就不用说了 降这个零点一 比亚迪维持不变 那王文涛建了哈贝克之后 其实也暗示啊 他说德国如果成功游说欧盟 停止对电动车加征关税 那中国也会让利啊 中国也会降低哦 欧盟进口大引擎车 现有的关税哦 我不加 而且我还降哦 但是从这里面我们看出来了 你知道为什么欧盟最后会 决定要这个微调吗 因为包含了大众啦 这个宝马啦 分池啦 吉利啦 上汽这一些企业哦 都去跟这个欧盟这些领导讲 他说你千万别加 为什么 因为比亚迪很聪明啊 你要调关税是不是 没问题啊 那我比亚迪的汽车 原本可以这么便宜 那我卖到你欧洲去 我就把这个关税的成本 加在你这个车上 最后倒霉的是谁 倒霉的还不是欧洲自己人吗 所以华尔街日报 也讲到一个重点 这样子做反而会 欧洲对中国震撼2.0的回应 叫做是拉近与中国的距离 你要调关税 好吧 那我知道开放上中国 你进来跟我一起合作 你怎么看呢 接下来的欧洲关税战 我认为他这个调降 到调降0.1到0.5不等 那实在是微乎其微 不成比例 那可以讲说在这一方面 这个有降跟没降是一样的 你降0.1 那是干嘛 不是我有降 但是降的是0.1 无感 对他这个信心不够 我认为信心不够代表竞争力不够 所以也讲说 那个中国大陆汽车 比亚尼汽车是 我们讲的产能过剩 其实不是产能过剩 因为价格 价格占优势 这按照自由经济法则 它是采取的是市场流通 自由流通 由价格机能 由价格决定供需 你价格低 你就供应量大嘛 大家便宜嘛 一定是这样子嘛 这个消费者他会找他自己比较 比较有利益的 你便宜功能多 车换好 那我就买你的 每一个人都要 他有一个自力动机嘛 对自己好的 他会做最佳的选择 是这个样 那欧盟在这一方面呢 我认为他的信心不够 价格过高 那今天中国大陆电动车卖的欧洲没错 但是你要知道欧洲的这些 我们叫柴油这个油车 也是要卖到中国大陆啊 对 他卖他 卖欧洲是电动车 卖欧洲也要卖他汽油车啊 是这个样 他也要市场啊 那彼此相互需要互惠嘛 经济上是强调互惠 是比较利益法则 你的便宜卖给我 我的便宜 我都卖给你 大家都赚到 你也赚到我的 我也赚到你的 大家都互惠 是这样 但是现在问题是 欧洲在这一方面的 竞争力慢慢 竞争力下降 由贸易保护 由关税提高 关税壁垒 就知道自己的竞争力降低了 我只能靠提高干税 来保障我国内的产品 产业 汽车产业 是变成这个样子了 那是不是东升西降 又在阴争 是不是有这个状况 这很清楚的嘛 然后这个 这个价格竞争力 现在我们可以看出来 那个德国 也是汽车 今天是德国的副总理 他过去了 那德国是汽车大国 你看我们可以看到出来 不是光是中国大陆 台湾也很多人买德国车 德国车矿 它车辆的这种 招牌那种信用 是很得到肯定的 现在这个状况 德国的汽车霸主 也有这方面的顾量 我们可以知道 我们也可以知道 中国大陆在电动车 新人员车的市场 在这一方面的优势 基本上已经站稳脚跟了 因为西方国家 不是光是德国 包含美国 包含加拿大 还有其他的欧盟的国家 都已经有这些贸易壁垒了 关键说在这一方面 汽车业的龙头 将来就是要溢足了 尤其是 这个新人员车已经溢足了 比亚迪团一年四百多万辆嘛 你每一天 一年只有365天 他一天都是一万多辆 是这个样子 那竞争力就出来 市场出来了 竞争力就出来 而且这个有个区 汽车业有个趋势 大者恒大 因为做的越多 相对的报酬越规模 价格会越低 因为做的多量产了 我觉得就是便宜 做的少的 你的市场 你的点 你要去养那些点 销售点 服务站都要去养 但是你的车卖的少 相对的 你每一辆车单位成本就高了 那竞争力就下降 所以按照这样讲的话 变成大者恒大 所以大家 以前在五年前 大家对比亚迪这个名字 蛮陌生的 对华为还很熟悉 特斯拉都还不觉得 比亚迪会成为他们对手 现在的话 你问的是大家知道 比亚迪卖车 而且新能源车 是这个样子 这整个主客 已经慢慢异味了 新能源车的龙头 现在就是中国 所以欧洲跟着美国走 越走越退步 刚刚参与讲到重点 为什么要保护 因为我赢不过你 以前有听过保护成这样吗 以前没有 因为以前还没有比亚迪 但是刚刚讲到的重点 谁反对呢 大众 宝马 兵士 上气 激励 全都反对 反对怎么办呢 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 帅参与 所以现在你看 比亚迪 你要加关税 好啊 那我就加给你欧洲人 但是比亚迪还是有赚 好 所以呢 现在等于 华尔街日报在分析 你这不是变相鼓励中国的车企 把它产线移到欧洲吗 那这样子接下来 欧中联手会怎么样 美国肯定更弱 所以呢 熔顶集团的欧中事务专家 巴尔金说 如果欧洲的汽车工厂 持续跟中国深度的整合 美国车企会跟中国脱钩 很可能到头来 弄得美欧之间紧张 6月21号波兰总统 跟大陆国家主席 协建平的会面 波兰想干嘛 波兰要跟浙江吉利控股集团会面 因为希望吉利汽车 你能不能来我们波兰 也盖个汽车电动厂呢 我也想跟匈牙利一样 所以这个关税压不住 这个性价比差太高的车子 你看最先集的为什么是德国 我到大陆去看 公务员开的都是大众 叫Voxwagen 所以低阶的中阶的公务员 通通的公务车都是这个 高阶的都是Audi 商人呢不是开宝马 就是Bench 就是说这四大品牌 都是大西西数的 要加起税来的话 那它的市场就很难了 很难了 德国就急 巧的又是这些厂 德国在中国设了厂 生产的车都要回销给德国 那不是两道关税吗 对 受不了 好 美国为什么喜欢搞 美国电动车不多 它连充电装的全国只有八万个 怎么普及嘛 所以它就在鼓励人家去加关税 但中国大陆也很聪明 我跟你欧洲的国家合作生产 你欧洲国家 欧盟的产品不能加税的 还可以拿奖金 对不对 异于三吃 我的车比亚迪也进了欧洲了 也拿了你欧洲的补助金了 对不对 因为它成本又低 利润更大 所以这个封锁作战 打到最后 谁吃亏啊 为什么德国 德国这个副总理是非常反中的 是 被逼了没办法 搞一个这个什么降0.1 至少我回来有降 他心里是一百个不愿意 但是没办法 小枝都带了这些厂商跟你那个了嘛 波兰何尝不是这样 波兰也 这是一笔大钱 我听说宝马已经在大陆要打对折 打到18万人民币就可以买了 这么便宜啊 价格战 因为他打不过啊 对 所以这个这个趋势是这样 只要你的性价比够高 消费者买单 消费者就要买了嘛 是 所以你看印度能力不行啊 他也何尝不想做啊 做不出来啊 是 中国不是掌控了这个车子的电动系统的技术 电池是关键的 电池有的跑400公里的 有跑600公里的 也有跑1000公里的 我们都开车的 现在那个车子 都是你开500公里就要加油了 对 对 500都不到 有1000公里的我怎么会不买啊 又环保 又可以不要交碳税 所以这个东西 为什么美国跳脚呢 太阳能板中国独霸 电池中国独霸 将来碳税 中国又占便宜 到中国看不到摩托车 都是电马儿啊 他们四川人叫电马儿 就是电动的摩托车 对不对 它的污染比我们台北小的多了 是 对不对 我们这边还在搞 现在的赖政府 根本就不管以后的碳税 怎么缴法 拼命搞火力发电厂 所以这个东西 跟着世界潮流反的干了 不行的 是 对不对 台湾现在这个汽油车 柴油车还这么多 电动车呢 对于经常外食的现代人来说 食灾可能确保 每天能摄取到足够好俊 因此 越来越多人 选择在生活中补充益生菌 来帮助肠道健康平衡 但市面上这么多的益生菌 该怎么选呢 挑选具有专利认证菌株最重要 面对换季引起的肝痒红肿 能调整体质的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就是一个稳定健康基础的好选择 金三角全校配方 让肠道增加好俊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收入多篇学术报告 也证实了克菲尔的重要性 每天一包 就是健康维持的好选择 如果你也想尝试 请上快点go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还可以享有额外优惠哦 每日克菲尔 让您的生活更健康美好